這有色了 這個比較長的三色最短 我們除了筆法之外 最重要是架構 所謂架構就是你的筆位本地不算是架構 再來就是它在相關位置合適 這就是架構 所以像這個如果光看這個就是很合適 但是就是把它擺下來更好 為什麼因為這個架構構 架構構就是要你看它的中心位置 或者是它的四個角落的位置 比如說這個楊 你看看 我寫這個楊的時候一定是在這裡寫 我說在這裡寫 因為要適合它的各個角落的分布 要寫到它佩分 要讓重心能夠把它擺在正中央的位置 比如說正中央在哪裡 正中央在這裡 正中央在這裡 所以我們按一下 到這裡來 這樣高起來 然後這位在這裡 比較長一點 但是到這裡是這位比較長的 你看看 來這裡比較長 你看看 這裡這裡有四個角落 四個角落 以中心為主 中心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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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一定要到處在中心這裡 不可以說 哇 這個架子太頂端了 這就不行 這裡呢 比五四方都還好 可是這個太短,你覺得脖子很短,這個很快,這個比較不好,這三個就像這樣 你若說位置寫不了或者是沒有辦法準的話,教你一招 你第一次先給廟一次,先給廟一次 你看這裡一家到這裡到這裡,廟一次,第二次呢? 這樣就不太差了,繼續就差不太多,懂嗎? 這樣了解齁 長地、位置就要把它弄準一點,所以比你打來開始已經有進步 但是進步以後要更好,好不好? 好,像這個要收筆喔,這個筆尾要連這個筆尾,譬如說這個,在這裡 這個筆尾下去,筆尾進去,長,切下來,一定要有靈有角 你看到這裡,一定一定要有一個感覺,下去,有一個感覺 你若說,要搖擺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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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什麼搖擺盤,就把芯菜上來搖擺盤 所以,所以,我們來的就是要學他的基本動作,他的標準化的東西 所以呢,這個是學一定要的基本的比法 那如果說這個,這就是,可以說這是藝術 怎麼說呢,寫到八了,寫到八了,可以五百分,開始還可以五百分,這都是藝術 藝術的時候,有價值嗎?有價值,等一下一次而已,一次性而已 你第二次,就要你重量再寫一次,你寫不來 因為他沒有經過標準化的設計 所以,第二次一定是寫不來,亂七八糟 所以,一定要有標準化,標準化才能過第二次、第三次,越來越好,懂嗎? 好,有一個整季啦,好,這位是這樣喔,這是有這個撇 這個就是撇,撇下去就對了,所以撇一定要,你下去,這樣過,才可以 當然也不一定說,這個是對的,這次有人會這樣寫,也是有人會這樣寫 但是,我們這樣寫,大家開始這樣寫,你要各種不一樣的方法,以後再慢慢談 但是,大家開始就這樣寫,這個下來的俗話,這樣去對不對? 這樣下來,回收一點點,一定要有這個感覺 好,一定要,無垂不收,每一個垂下來的,你一定要有一個邏輯,或者是一個規矩 是,這叫垂陸縮筆,或者是玄珍縮筆,或者是勾縮筆 一定要有交代一個清楚,不能說我這位就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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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跟小朋友寫的是一樣,小朋友寫的也很可愛,可是,我們現在不是要寫可愛字 現在是要寫標準字,或者是比較合理的字 好,比如說,這個靈,靈是兩點 這兩點,它就是,照古早時代的這個靈,意思是冰塊兩塊,兩塊冰塊 它這個靈,就是,什麼叫做靈呢? 就是在冰塊上面啊,這個冰塊啊 所以呢,用兩點,來表示,這樣過來,三畫,一,上面下來,二,縮筆 你看老師每一畫都要齊筆縮筆喔,好嗎? 那為什麼,你看這個距離要跟這個距離一樣 因為它這就是有一個,叫做原則,或者是一個道理 如果沒有一個道理,你下一次寫一定會不一樣 複雜不撐一下,複雜不漂亮,這樣過來 這位比較長,對不對? 這位,這樣過來,你過來之後 到這裡平行,到這裡一點點過來,這樣 這樣起來,往下,往旁邊慢慢出去 所以,這樣下,就像小學生很可愛版的 可愛版的之外,我們先開始要有一點規則 好不好,再加油了齁 像這個,像這個也一樣喔 像這個索,你看老叔有什麼辛苦 就要讓他整個空間,空間的一樣 老叔啊,你辛苦要做什麼 但是,他這個下冠魚就不辛苦 當他開始學會辛苦 我說,我都不一樣,看要怎樣 下得很辛苦 當他開始辛苦,但是後來下冠魚就很好 對嗎? 但是後來上面蓋上去 所以,這樣也對,這個很漂亮 但是就裡面一樣,好不好 好,謝謝 剛剛你二三夫三年四個月 三年四個月,三年四個月 這都不錯,像這都有進步 這都不錯 所以基本筆的,回去要留下一下 好,謝謝 是不是孫廟的 是你廟的,你孫廟的 好,廟的 這面不錯,但是喔 太快了 太快了 太快了,你就比較近 太快了 這都對耶 不錯 你,來 下一個基本筆給你,你看 這是一畫 一畫,筆風要往上提 這樣切下去 有一點角度喔 再畫過來,對不對 畫過來,它有一個角度起來 有沒有 這個角度慢慢來過 越來越輕 越來越輕 到這裡輕 到這裡更重 慢慢拖過去 二重一次 往後按,一方往上提回來 這叫做起筆 這叫做收筆 中間叫做行筆 再看一遍喔 往前 折下去 有沒有 然後呢 慢慢的往上 往右上 慢慢小 再越來越重 回來 有沒有 這樣叫 到這裡 到這裡 往上提回來 這樣才可以喔 有一個角度 當然,你如果鞋子很厲害 親一下鞋就可以了 但是就是大家開始 好,你看這短畫 縮筆 短畫 縮筆 筆封一點點 筆封一點點 有沒有 起來 做 筆尖一點點回來 撕下一下 這樣就好了 你看距離一樣 短 兩短一長 好不好 這就是橫畫 再來束畫 往上提 切下來對不對 第一個 垂路 垂下來的露珠 你看那個 那個 露水來的時候 會 會釣在那裡 手機上面 刺到那裡 要把它揉一下 它 讓水滴下來 滴下來 有這個彈性 冬下來以後 又再回去的感覺 還有印象 你看 你看喔 你看喔 花冬 有沒有 對 一點點回收 好不好 對 至於它的形狀 怎樣 也不一定啦 有的是圓圓的 有的 像這樣 所以 到這裏 他那個 筆封往這邊 左邊 帶再回來 回收一點點 不要刻意說 我這樣 這樣 結果 我小朋友 開始就是這樣 會很 會很傻眼 你說太大了 因為筆封就是一點點而已 他會 尾到一點點 沾沾收回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垂路 玄珍是大家最會寫的 就是直接畫下來 尖的 但是 大家也最怕這個 因為會畫歪掉 所以 每次畫到這裡 都說 老師 我畫歪了 怎麼辦 我就說 你要停止呼吸三秒鐘 好不好 到這裡 一直畫下來 好不好 這叫做懸針 懸在半空中的針 像針在 針 用線掉著 它垂直下來 然後 漸漸的一直往下 所以這畫可以無限延伸到這裡 這就是 所謂的中鋒 它們都是叫做中鋒筆 針 懸針 好不好 什麼時候該用懸針 什麼時候該用 懸針 懸針用到的時機 就是 一個字的最後一畫才可以 如果它下面 下一次還有筆畫 絕對就不用懸針 懂得嗎 比如說 一千兩千兩千就可 對 它是最後筆畫就可以 比如說 比如說有一個車啊 這個不是最後筆畫喔 這個要垂入 這個要垂入 對 這個比較的叫 你看 這個 就不是最後筆畫 所以只能用垂入來替代 所以不能用懸針 如果車 車一個字就用 光一個字 車它是最後一畫就可以 懂嗎 因為它就是要叫鏡頭了 它要跑掉啦 覺得應該是懸針的 它還是 都可以 它可以垂入 但是不一定可以懸針 懂嗎 垂入 比較通通都可以 比如說甲 甲 甲是最後一畫 可是歐陽巡用垂入的方式來完成它 你說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 理論上中間的鐘呢 是 懸針 可以 可是歐陽巡 卻把它當作垂入來寫 你說可不可以 它可以用垂入 不一定可以用懸針 欸有時候有時候在寫 有時候會緊張 還會畫歪掉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說 齒陸可以用 懸針不一定可以用 好 這就是 那勾 比如說這個勇 勇字喔 回收 對不對 這樣往上提 切 下來對不對 彎 有左 左邊帶彎 這種感覺對不對 再挑上來 變成這樣 然後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好 從這裡裡面出來 往下 往旁邊出去 慢慢出去 慢慢出去 有沒有 這是有 所以呢 你回去啊 把這些 橫畫 樹畫的筆畫練一下 包括這個勾也練一下 那這個勾 比較不變的方式是一定要畫在中間嘛 然後到這裡來 左斜 左斜 左斜也會變成這個狀況 你可以一次就勾起來 不行啦 就兩次來勾都可以 再看一遍囉 來對不對 斜過來 勾起來 我一次就勾起來 給你看 好 這要練 好不好 好 這是 橫畫樹畫 再來就是 撇 那撇有三種 一種叫做短撇 這樣而已 就這樣過來就好 還叫長撇 拉長一點 還有 藍葉撇 藍葉撇的意思就是 像蘭花葉子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就輕重 有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頭肩尾肩 所以呢 短撇 比如說這個交通的交就是 短撇 有沒有 然後呢 點 然後長撇 那就是那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短撇長撇 然後藍葉撇怎麼來 比如說 我們看看這個文 文 你當然也可以寫 寫成這個 寫成長撇 但是 它不一定要 那個像長撇這樣按重 它用有點藍葉撇這種感覺 這樣下來 所以呢 這個撇之外還牽涉到 鈉 這個鈉呢 鈉有分 有分什麼 有分 平鈉跟斜鈉 這個就是斜的 平的是怎麼樣 平的是這樣 看一下 這樣對不對 這樣 然後呢 從這裡 上來 往下 再平的 出去 這叫做平 好不好 你看這個還有一個字啊 支最明顯 支 好不好 往下 往旁邊出去 是不是比較平 對不對 所以呢 這要有三個動作 第一個 從下 而上 再往下 再出去 所以呢 一波 有三折 這個也是喔 這個也是喔 你看 這樣過來 一 二 三 一波 兩波 一折 一折 兩折 三折 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要記起來 所以我們大學生修過我的課的 到最後什麼都忘記了 只有一波三折都記起來 那也是一波三折 好 這個會了齁 會了 再練 然後 再揭筆的部分 哇 老師今天這個特別好耶 揭筆 揭筆 從上 而下 從下而上揭 這個叫做揭筆 要提起來 切 揭筆 一個折 一個彎也可以叫做折 也可以叫做轉彎 那大部分來講都是要往上提 也可以直接按 但是呢 按要按很久 所以呢 也可以分這個 兩三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就是往上提 重新來 第二個方式 直接就按 然後慢慢的過來 懂嗎 那當然還有一個圓的 比如說我們寫那個圍 楚水良的寫法 有的時候會比較屬於 比較像形樹一樣 有沒有 這個就圓的 它直接就彎過來 看不一定的按 但是大部分都有按 對 好嗎 這樣 然後呢 如果你是 這個瘦不不一樣 不敢看 它這個比較活潑 這個比較硬